秋天这个时候养生呢 吃粥最好 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 花姐做韩国的松子粥 跟香港做的是 螃蟹芋头粥 对... OK 好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食材 非常厉害 现在花姐在熬那个粥的同时呢 我们来看看 到底这香港粥怎么做呢 OK 我们来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将这土鸡腿了 跟我们刚刚的虾米香菇 我们一起给它拌炒在一起 用炒的 其实我们给它拌炒好之后呢 好香喔 对 整个香味是 完全是很丰富在里面的 对 而且我们现在呢 即将要把它放一点 我们的一些配料 那刚刚我们在讲呢 其实香港粥啊 放这葱白呢 其实很重要 像我们吴医师刚才也讲 放葱白是可以预防感冒 我们这时候呢 就要放一点葱白下去 把它做一个熬煮了 那我们把这个葱白呢 要把它稍微呢 把它切开 还有喔 像我现在是小助手 这一锅粥 我在旁边要帮忙顾着 稍微拉一下 对 稍微拉一下 对 那因为其实我们刚才讲的说呢 其实香港呢 就煮这个生滚粥的方式 我们现在呢 就要即将帮这个 用这个生滚粥的方式呢 将这个白米粥 放到我们这个砂锅里面 对 你看 我们的螃蟹呢 我们螃蟹的话 它要跟这个白米粥呢 一起放到砂锅里面 去做一个包煮 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直接把它放进去 所以放进去之后 还要再包就对了 要包一下 对 像我们现在呢 就把它呢 直接可以这样子 倒进去 对 哇 好香喔 好赞喔 超香的 吴医师 你是不是投靠 到香港这边来了 那我们这样 给它整锅放下去 哇 刚刚好 有没有看到 是 等一下 我投靠他 他投靠我 好 好 都觉得对方的很棒 而且重点是 同时可以养生料理 不是只有一种粥可以吃而已 对 这个秋天冬天这么长 是 那我们现在呢 将这个呢 粥放下去之后呢 跟我们所有的这个料呢 完全去把它搅拌在一起 搅拌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才要来做一个调味 其实在粥里面的这个食材里面 我有加了一点米酒了 现在呢 我要加一点 其实加一点胡椒盐下去 就可以了 加胡椒盐 是的 胡椒盐把它加下去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一样去把它搅拌均匀 那我们现在呢 要放进去的呢 就是我们刚刚呢 熬鸡精啊 你看这个变成肝脏嘛 完全火动的熬鸡精 把它完全呢 整块呢 这样子滑溜的这样放式呢 如果一般的家人 就是一般家里头 只有像大骨汤那些 也可以吧 其实也可以啦 对 其实也可以 其实是让汤头更鲜美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鸡精呢 都把它完全呢 融化在我们的这一个 真的都花了 对 整个我们的这个粥里面 好 让这整个粥呢 是感觉煮起来 是非常柔滑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的主角呢 即将要登场呢 这是我们的螃蟹 那这螃蟹呢 其实我们今天呢 是选用这个红蟹呢 我们把它依分为二就好 我们先把它拿这个菜刀呢 把它依分为二 这样很轻松的呢 从中间呢 用压切的方式放进去 而且它有蟹膏 那香气应该更不一样 是的 那我们现在要将这个螃蟹 依序的呢 把它排到我们的锅边 对 这样子把它放进去 我们这边都有切好的 然后这样移序的放到锅边 然后把它放锅边 其实我们等一下 让这整个粥煮起来呢 感觉它那一个里面的料呢 是很丰富的 而且放锅边 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这个螃蟹 一下子就让它熟 熟到 对 熟到线 太熟就会变成 那时候蛋就会不逃 就会整个凝固了 盖上去 所以待会打开的时候 会变成红色螃蟹 对 红色螃蟹 对 把它这蟹蟹盖 完全放进去 是 其实如果没有加螃蟹 刚刚那样就已经很迷人了 就已经很迷人了 对 那我们现在呢 在包这个粥的同时 我们把它盖上我们的锅盖 大概要包多久现在 两分钟 两分钟 对 因为其实这个粥已经 它已经滚了 已经熟了 那我们现在呢 稍微让这个角角 都压在我们的锅园旁边 为什么 可以透气 可以透气 对 可以透气 而且呢 让它香味更够 那现在呢 其实我有准备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土鸡蛋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刚刚切下来的这个葱 青葱的部分呢 我们要稍微去把它切成段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切成葱花 我们叫大家切一下葱花 葱花一般来讲 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切 就想像切成葱花 对 我们真的要把它切成葱花 为什么 你知道吗 今天因为有姜芋花来花姐 我们要做一朵花 你要怎么做一朵花 好 我们现在 把葱花和花 对 如果我们在 如果怎么当葱花 在家里面 譬如说 他不想当葱花 他不想当一个美丽的花 对 我们把这个葱拿起来 稍微在上面把它剁一下 就变成一朵花 对 就把它变成一朵花 有那种开花 开得很漂亮的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看到 有 这样 这送我 我不要 你看 你看 对 没有 我们现在就把它切成葱花 像这样一朵一朵这样 OK 把它切成葱花 好 这是小秘密 是 来 再来我们来看花姐这边 你刚刚是用生米 然后加水去打的吗 对 刚才我们刚讲的时候 一坨一坨 非常糊 对 好像那个酱 对 现在非常非常的糊 非常糊 加了秘密武器 它就不糊了 真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 吴医师讲 煮稀饭的时候底一底油 它就不会冒出来了 是 一样的原理 这个全部都是油 那这边我有两种剥的 这个是我刚刚打好的 松脂 松脂送来的时候 它就有这种的壳 它最后这个头接 剥的时候 这个地方有这个 这个要剥掉 我让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最尖端的地方 黑黑的 剥掉 要不然你煮稀饭 不会这样白白的这样漂亮 好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全部剥掉的 那剥掉之后就要 还要去打 对 那我们米是一杯的话 松脂就是半杯 因为它的油太多 要不然你干脆 根本没有办法做成稀饭 是 就变成更稀的流汁了 那这个是我打好的 就是半杯的 半杯的松脂 半杯的水 当我这个下去去搅的时候 它就比较开始稀了 因为油脂拌进去 而且韩国人很喜欢松脂 对 韩国人很喜欢松脂 松脂茶 松脂粥 对 而且松脂茶 我也喝过 很香 很香 它可以润肠 比如说像这种天气 比较干一点 大家可能就是肠胃这个部分 不是那么的干 就是好上厕所这个部分 然后它又可以补肾气 然后所以韩兆之一 所以气管不好 便秘都很好用 它还有个名字叫 长寿果 为什么 因为它吃的时候 基本上它就像那个 我们知道松脂汁 这是松树的果实 所以这个部分 就像松脱长青这样的 所以说有意义上的存在之外 它又对我们的补肾气 跟这个就是补我们的元气 然后呢 肠子好健康就是跟你同在 所以这个部分一般来讲 人家 小孩子都很适合吃 好 因为你在台湾这么多年 你看韩国的粥跟台湾的粥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在台湾喝粥 因为这边比如说广东的这种做法很多 所以就是多洋化 有的做海鲜粥 各方面 料很多 对 料很多 死井粥 像韩国它的料没有这么样的丰富 是 因为我们喝粥就是暖胃去养胃 就是太丰富的话 更是一个丰富 它意思就是广东粥太丰富 对成为丰富 不单是广东粥 就是可能我们吃的时间不太一样 对 吃的时候假如是中午 吃那个就很好 对 吃那个就超赞的了 现在花姐都说我的广东粥不好 不是 很好 你等一下那个我会吃三碗 好 很好 那就是韩国人早上生病不是吃粥吗 对 那你就是给它简单的一个养分就好了 基本上就是保护味 这样子就完成了 对 那我刚刚打这个松子 我就没有打那么的细了 因为它跟口感 你也可以咀嚼这样子 好 那我们花姐的粥就好了 可是我没有看到你有任何的调味 我们这个调味我什么调味都不加 你喝起来等一下喝的时候 有那个松子的香香的味道 那在韩国皇帝他吃粥 没有味道 所以他也有三样粥 三样饭 他也有三样酱料 一种就是清淡的酱油 他放一点麻油进去 那一种是韩国酱油 韩国人自己做的酱油 有一点鱼露的感觉 然后一个是辣椒酱 辣椒 面加的就对了 可是他先喝一喝再弄一点辣椒 反正韩国人喜欢开胃一下 好 我们的松子粥 这样子的以后呢 对 松子粥 再加一点点 松子 对 这样也很漂亮 这就是在韩国 又简单 又养生的那个粥 松子粥 然后把它放在这边 好 接下来雷师傅那边 香港的粥也差不多了 这个真的是营养丰富 所以我们先把它打开 那种包它 还在滚那种感觉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所以我们把葱放到鱼 稍微把它煮一下 把香味煮出来 那这时候我们这颗土鸡蛋 就这样顺着多圆 把它这样子倒进去 太棒了 是 倒进去之后 趁还有一点驴温呢 那我们现在稍微 就把它迅速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的时候呢 稍微把我们这个蛋的部分 就完全把它搅散 今天观众朋友真的很幸福 我们除了会煮自己 台湾的白粥之外 也学到了香港粥的技巧 还有韩国粥的技巧 对 其实台湾人吃白粥 然后配一些酱瓜等等 有时候可能可以换换味道 像换成韩国这个样子 试试看 而且有松子也不错 那如果像其他的午餐 晚餐要吃的话 这个真的是营养富 真的非常营养丰富 那这时候我就要来问吴医师了 你想要吃哪一个 我想 我跟你讲 早餐我就吃这个 你看 早餐我就吃这个 好 OK 现在是什么餐 告诉我就选哪一个 真的 对 好 所以这样就完成了 螃蟹酱这样就完成了 太棒了 太棒了 来帮我们升起碗出来 好 淑雅老师你觉得 在这两道粥品上 你还看到了什么样的营养特点 其实花姐当初 她介绍她的食材的时候 她很简单 就两个食材 可是你知道她这两个食材 把我们身体需要的 三大任的营养素都提供到了 粥本身就是淀粉嘛 对 可是松子本身 它有17%的蛋白质 有70%的油脂 所以你在一碗粥里面 你会有蛋白质脂肪跟淀粉都有了 而且松子本身含有很高的矿物质 钙 铃 铃 铃 铅都有 所以事实上如果是对一个比较肠胃弱的人 他必须要短时间来吸收这些营养素 其实我会感觉花姐的这个粥品 其实是很适合的 所以就叫长寿果 骨氨酸的行列很高 那骨氨酸就是防湿剂 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松子真的是不简单 对 脑部的营养也有效 那雷师傅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当然看它的食材 你就可以知道它全部都有了 对 很厉害 对 而且现在吃螃蟹就是中心 就是这个季节 最甜 最好吃的时候 其实这个季节也是芋头的季节 所以它搭得非常好 我们先要让大家来试试看 当立的 我刚刚听到了 所以我们这两种粥非常搭 是黄上的吃法 黄晒黄晒 这宫廷里的餐桌 你这么说 这么说 先吃哪一个 先吃这个 清淡的要先吃 对不对 再吃这个有营养的 一天出去拼就超棒了 好 体力都有了 我要先把它搅拌搅拌 把松子都搅拌一下 师傅待会你先说一下 韩国粥的味道 跟平常我们香港 台湾粥的不一样 其实我吃了这个粥之后 我觉得我们不要PK了 我们就把它包成一个套餐 拿去卖 对 其实我觉得 这个韩国的粥吃起来 第一个它真的是清淡 那第二个呢 其实呢 可是它的松子好香喔 是的 很香 其实它有一点像喝浓汤的感觉 对 那我觉得呢 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提供的 所以清淡中 带一点那种松子的香味 而且松子咬下去之后 那种油脂呢 分泌出来那种感觉是很棒的 对 吴医师 我听讲 这个润灶的效果真的很好 对皮肤啦 对我们的肠道 真的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所以它对这个免疫力方面的 真的有好处 但是我刚刚提到 它对我们的补肾气的效果也很好 所以不愧它有松 我们知道松子成熟果 对 我真的要跟观众朋友说 一定要回去试试看 因为你看它那么清淡 但吃起来真的没有加任何盐巴 很香耶 没有跟你想象的 真的完全不一样 吃下去那个香气 还有那个滑嫩感 你也不觉得你在吃粥 现在我们来换来吃 是香港粥 香港粥 花姐先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香港粥的味道怎么样 好鲜美喔 好鲜 对 真的是当季的食材 非常非常地香 好有幸福感觉 就在晚上9点多吃宵夜的时间 到底要怎么选呢 吃了这么多 这个螃蟹都是当季的 对 然后它不是下去煮喔 对 它是围在那个炉子那个 就砂锅旁边这样子 它泡温泉 泡温泉 对 对 这样子去弄 所以它一定是非常非常地润 因为它那个粥喔 你在熬的时候 它把那个螃蟹的那个鲜味 都吸进去这样 对 还有一点喔 你们没有吃到芋头快 但是它已经有那个芋头香 有吃到芋头香 芋头香在里面 就化掉了啦 真的是太幸福了 所以 有 我吃到蟹花 有 蟹花 在这边 我们已经吃了福利乐乎 好 观众朋友 在秋天养生呢 粥真的是很棒 不管是我们台湾的粥 韩国的或者香港的 动手做一下 让全家人都可以吃得健康 在秋天 你看我好像 秋天打好底喔 然后冬天呢 身体就更强壮了 健康2.0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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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